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隨著美國總統大選日子越來越接近 選舉氣氛亦都越來越濃厚 在今日特朗普和拜登又再出現隔空互罵的情況 首先就是特朗普去到拜登出生地賓州 展開了他的競選活動 在一場演講中 特朗普怒斥拜登 說他令美國衰足半個世紀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特朗普在一場演講中就這樣說 他批評拜登拋棄賓州 拋棄了斯克蘭頓 斯克蘭頓就是拜登的出生城市 而且還說拜登在華盛頓外製足半個世紀 出賣了我們的國家 出賣了我們的工作 使得中國和墨西哥等其他所有國家 都偷走了美國的工作崗位 他說這番語氣當然是非常之重 是等於變相判定了拜登 過去四十幾年以來的公職生涯 就是只講不做 就是一塌糊塗 拜登聽了之後當然很扯火 所以我懷疑 特朗普這招就是學著 諸葛亮罵死黃浪 哈哈哈哈 等到拜登激心激肺 至於在隨後 拜登就在特拉華州那裡 發表了他接受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演說 這場演說被形容為 他從政接近五十年以來 最重要的一次講話 而在今早早 我的電話響過不停 為什麼 因為很多外媒都去推播 就說拜登要即將發表偉大演說 而且不是一家半家 路透社、彭博社、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 差不多都去幫他推播 我真的覺得奇怪 為什麼媒體這麼偏幫他 特朗普早就在賓州做演講 沒有人推播 他說就有人推播 這些是什麼媒體 不過沒辦法 要看新聞就要訂閱他 到底拜登說了什麼 這麼巴士幣這麼偉大呢 他就說 自己從二十九歲開始 就是競選參議員 誰人都知道 你現任老婆的前夫就說了 說當時他們有份一起助選 不過你也追求別人老婆 接著拜登還說 對於美國的未來和過往一樣 都是感到同樣樂觀 他形容 現在美國需要踏上一條新的道路 此外他還批評特朗普 說他為美國帶來了太多的黑暗、恐懼和分裂 他就說自己雖然是民主黨員 但如果當選的話 將會不分黨派 做一個美國人的總統 他這番說話 完全是虛偽到極點 首先來說 你競選中的就是美國總統 你當選以後 你不做美國人的總統 難道你是做非洲人的總統嗎 難道你是做中國人的總統嗎 這些是廢話 是兇話 其次的就是 特朗普的政策就是黑暗、分裂、恐懼 特朗普從上台之初提倡一件事 叫做美國優先 而在過去四年期間 他所執行的政策 全部就是邁向著這個目標進發 拜登聲稱就是要做一個美國人的總統 難道特朗普不是做美國人的總統嗎 如果特朗普把美國利益放在優先位置 都不算是做美國人的總統的話 即是想請問 你拜登擔任副總統的八年期間 你又是否做美國人的副總統呢 你有沒有將美國利益放在第一位呢 真是好笑 接下來的那句批評 我認為完全是詆毀特朗普的 他就說 在特朗普的領導之下 美國經濟下滑 企業倒閉 失業率高企 他認為如果特朗普是連任的話 美國的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拜登這種說法 完全是將特朗普整個任期 頭三年所做過的政策 所帶來的封石成果 完全是抽空了 他就只是聚焦 在今年全球大流行的疫情爆發之後 美國的經濟情況 這些批評完全是不公道不合理的 他說特朗普的帶領之下 美國經濟下滑 怎樣下滑呢 頭三年是欣欣向榮 企業倒閉 有沒有出現這些情況 頭三年 而且在特朗普領導之下 失業率是曾經跌到美國近年的低位 那為什麼現在暴升呢 那是不是因為特朗普本人的問題呢 當然你可以批評他在抗疫方面做得不好 但你就不能說在他帶領之下 失業率高企 頭三年怎樣計算呢 你有什麼可能將這一連串全球都面對的問題 完全歸咎在特朗普身上 再說一個數字 拜登的前上司奧巴馬在2008年上台 在當年美國對華貿易赤字 是2270億美元 到了奧巴馬任期完結的年 即是2016年 美國對華貿易赤字已經升到3470億美元 接近升了一半 特朗普就任的時候 當然大家知道他致力於 修減貿易赤字 所以才開打了貿易戰 才加了對華的關稅 在2018年的時候 貿易赤字上升到4190億美元 但是經過特朗普一番操作 2019年即是去年 全年的貿易赤字已經是修減到3450億美元 比起奧巴馬下台那一年還少了20億 即是說人家是有做事做到事 你說他 即是導致美國經濟下滑 有沒有出現這個情況 頭三年 如果你單就今年2月之後才發生的事情 喂 那哪一個政府都要下台 全世界都要收檔 是不是這樣是一個正確的理解呢 事實上特朗普在頭三年是沒有問題的 你看到那些經濟數據全部都是向上的 一片大好的 這些完全不提 就說他令到美國經濟下滑 而是說他連任不堪設想 喂 特朗普叫那些美國企業 回去美國回流 開工廠 增加就業職位 你拜登有沒有做到這些事 有沒有說過這些事 我看的報道又不多見了 可能有寫出來 閉不起眼的地方 但你沒有大力宣傳這些賣點 你純粹就是查一下特朗普如何如何 難怪特朗普說你做這麼多年 都是空談誤國 說得實在是好 再舉一個例子 說的是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的選子問題 一直都說 這個大使館是在特拉維夫的 但是 之前這麼多屆的美國政府都說 要將那個大使館搬遷到耶路撒冷 但是一直是指紋樓梯響 因為一般會激發起耳巴衝突 激發起中東方面的反彈 一直都沒有做到 結果是由誰做到了呢 就是由特朗普在今年3月就做到了 別人就是說得出做得到 又不是像拜登或民主黨那樣 只說不做 而且當別人做了的時候 拜登就加把咀下去說 就算你上台以後 那個大使館也不會再搬遷 不過特朗普這樣做就有問題 就是別人做就有問題 你做就沒有問題 不過你只是說不做 好了還有一件事 奧巴馬執政八年以來 在中東的和平進程是得不到半點進展 好了 現在拜登是成功促使到 以色列和阿聯酋之間的關係正常化 是做一些實際的事 來推動中東的和平進展 你拜登這些是不看的 還有 今天我看到很多人說 民主黨 將一個中國政策 從黨綱當中剔除了 有很多人說 這樣是極具象徵意義 沒錯 說得對 他只是具有象徵意義的 到底實際意義是怎樣呢 真的做過才知道 我再舉幾個例子 你這個希拉莉 在2017年的時候被人踢爆 就說 曾經提倡 以免除 中國手持著美國國際 放任中國對付台灣 這些被人批評 說你是毫無道義責任 而且放棄了核心價值 原來為錢可以賣台 希拉莉在2017年的時候被人踢爆 當時很多台灣人說 幸好你希拉莉當選不到 不然就是出事了 好了 又再說上一任奧巴馬 奧巴馬的口號是什麼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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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了什麼 在八年期間對話的赤字 幾乎翻了一倍 到底改變了什麼 美國變得越來越好 還是變得更差了呢 好了 再說上一屆 上一屆就是小布殊 小布殊 再上一屆就是 克林頓 克林頓的任期就是什麼時候 九二年到二千年 九二年就是距離八九年那場 春夏之交的風暴 沒多久 克林頓在上台之前說什麼 他也是說對華的 政策要強硬 只不過做了沒多久 馬上就已經是FRIEND 已經是批給了這個永久最惠國待遇給中國 就是為了中國入世 鋪了一條漂亮的路給他 當初他還說到 對華政策是怎樣 就是要將中國的人權狀況和貿易掛勾 結果當然就是 吹水了 所以 民主黨過去這兩屆總統 被人看到 他原來真是大怕的 而且希拉莉還這麼惡毒 所以到底你拜登是怎樣 當然就不知道 你都還沒做 我也很公道的 那我又不會一口咬定 說你拜登說的 你全部都是留過留定堅的 問題就是 喂 你之前那些往績 被人看到的那些人 喂 根本上是有沒有信用的呢 那特朗普現在他在做的 那些事情就是在做的 那你無得質疑 他每天都在做的 隔三幾天就有些事情推出來 那你拜登一邊在說 你民主黨一邊在說 那些事情 就只有一個象徵意義 好了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